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保障 管轄区民众 生命 资产的安全 很感谢台风这些议员 人数 大家赵总 管政府也投资4100万 把这个电缆派所起身 电缆派所起身后以后 可以让我们电缆部这些方亲事大 包括我们水浮金的专区 也在这里要来建立 所以对这个交通和地安 对电缆来说有很多的需求 今天办理落成 提供了更好的一个办公环境 让我们同仁 不管在经货 在治安交通方面 更可以有这么一个舒适的空间 来提升卫民服务的品质 电缆派出所是 修好电缆地安重要的古典 今年来因为经缆人数和装备增加 原本的条线太过久 无可输用 关于篇例台幼四千万户的经费 改善警察办公条线和精神装备 并且提官 外勤经完健康检查 保障的经费 及超勤 及办会 希望警察当然 可以为中华担来更好的博物 及有一个治安环境 公益品质 中华文 六甲 彩虹 报道 关怀电台台 亦配音